德国的汽车龙头福斯汽车不敌市场的竞争 在当地时间4号宣布 为了节省开支考虑关闭两间工厂 这也引发了数千名的员工抗议 福斯4号在沃佛斯堡举办劳资会议 福斯的财务长表示 因为公司长时间以来支出大于收入 目前少了50万辆汽车的销售 这相当于两家工厂的生产量 所以将会花费一到两年的时间来削减成本 可能会关闭两家在德国的工厂 那么官场裁员的消息一出 也引发了员工强烈的不满 福斯工会扬言将会抵制到底 深入多虚度上部译产量